乌克兰谈判代表宣布 乌尔新一轮的谈判将在28号在土耳其登场 距离上一次的谈判已经相隔将近两个星期 这一次的会谈能不能有具体的结果 各方都相当期待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的演说当中 强调俄国总统普廷不能再继续掌权 这一番谈话也持续的发酵 国务卿布林肯澄清说 美国并没有打算要推翻普廷 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 这个时候做的任何事说的任何话 都要避免让行事失控 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约60公里的马卡里夫 路上看到已经烧焦变形的俄国坦克车 还有多管火箭发射车 田野上还有俄国军人的遗体 不难想见这里曾爆发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情报指出 俄国前进首都基辅的攻势受阻后 决定将优先目标转向东乌和南乌 俄国打算将拿下的地区 与乌克兰其他区域做切割 就像南北韩一样 不过中间挡着马里乌波尔 乌国担心马里乌波尔周边的战局可能会急剧恶化 在此同时 乌方宣布乌俄新一轮谈判定于28号在土耳其举行 泽伦斯基接受俄国独立媒体访问时强调 乌国已准备好跟俄国商讨乌克兰的中立问题 不过须有第三国保证 且相关条款须经公投同意 但如果俄国要跟他们谈所谓的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那就连谈都不用谈 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的演说中强调 俄国总统普廷不能再继续掌权 美国官员忙着灭火 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 拜登这番谈话是火上加油 我们想断断了战 把俄国在乌克兰的起码 没有进行战 而没有进行战 马克宏认为 这个时候任何人做的任何事 说的任何话 都要避免让情势失控 刘荣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